M503航線 因為昨天中國大陸取消了M503航線的原本的飛行 那現在又多了WE12跟E23航線 對台灣的民航到底有什麼影響 對於昨天 中國的民航局的宣布 我們表達非常的遺憾 並沒有透過兩岸的協商 尤其民航是一個安全的 很重要很關鍵的部分 必須透過協商 那因為M503他接近台北飛行情報區 最近的地方是4.2海里 這意思是說他在 如果他沒有偏西 如果偏西的話就是變成有10.2海里 比較有一個緩衝空間 如果他直接在M503上面4.2海里 當kenhold狀況不好的時候 他可能會偏東 那這個偏東會跟我們的民航 還有經濟會有衝突 第二個W122還有W123 W122是在跟馬祖的這個南北岡的這個國內航線 那W123是跟軍門的這個航線上一機場的航線 這裡面非常的近 如果沒有經過溝通同樣在他的起降的時候 包括平行的距離還有這個高度都會有飛安上的疑慮 所以我們覺得這是非常嚴肅的一件事情 那後續的部分 因為他牽涉到民航還有包括我們的軍方 所以現在由國安單位 這個統一來處理後續的一個因應措施 謝謝 謝謝 谢谢观看